我們這組的專題名稱是DC to 3項AC 指導老師是吳坤德老師 專題報告 組員 劉仁仁 施漢嘉 施敏軒 專題報告要介紹兩顆IC的簡介還有程式碼以及成果影片 第1顆IC SIM6800M系列它的特徵有寫它的銀角的間距或銀角的間隔 還有一些它內部的功能像OCL過流限制器等等 輸入和輸出銀角的介紹是VVB的銀角 這是主電源電壓的銀角還有UVVEV2 WEW2的銀角 這些銀角連接到電機 因為VEV2 WEW2在IC的內部是不會互相連接的 所以請疊接PCB上的這些銀角 這些銀角具有高電壓 所以請考慮使用附圖材料讓這些銀角有足夠的分離 保護功能 在VVB超過10.5V或者是低於10V的時候 高通的MOS FET會關閉 或者是當VCC2和COM2之間的電壓低於11V 或者是上升並超過11.5V時 低端的MOS FET 將被關閉 FOO的銀角 會 關斷 故障條件解除後 FOO才會重新連接上IC IC才會重新運作 過流 過流保護 如果 LOS和COM2之間的電壓超過1.0V 或者是OCP的銀角電壓小於1V FOO角就會將電源斷開 等到IC恢復正常之後 FO角 才會重新接上IC 重新運作IC FO角會有所謂的恢復時間 FOO角和COM2的銀角 之間可以放置陶瓷電容 才可以避免因為噪音而發生的故障 內建是可用控制電源電壓降的 結角 VCC1、VCC2、LVB 這些電壓如果都低於最低的電壓值 那麼輸出就會關閉 FO角就會斷開 等到IC恢復正常之後 FO角才會重新接上 也會有恢復時間 這個是 這顆IC的內部功能圖 接下來是MSP430-G52553的簡介 特性 低電源電壓的範圍 1.8V到3.6V 低功耗 有多種結論模式 能在不到1ms的時間裡 從待機模式啟動 這些都是這顆IC的功能 的特性 封裝選項 它有三種封裝選項 第一個是 小型的封裝 第二種是雙列直插式的封裝 第三種是四方扁平無影線的封裝 這個是430的內部功能圖 這是430的實體外觀 430的接角功能 用這樣的封裝選項 是430停 pictured 行 absolute 程式ーム 程式開始 發展牌 層 mean 感谢观看